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乐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 他是资深贷款经济 张力他是清华本科毕业 非常高兴今天请到张力 在短短的时间会告诉我们非常多的资讯 张力你好 周乐你好 观众朋友好 张力我要问您的第一个问题 在疫情中间很多这种生产线 或资金链的断裂 到底对于贷款的市场也有影响吗 是的有影响 因为现在最主要的是 美国经济受到过去这一个多月 整个打击非常大 因为这个sheltering in place 还有再加上这个lockdown 这些居家隔离的 造成整个经济是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看我们这个失业率 从原来的差不多最低3.5% 可能现在要涨到15% 甚至20% 这个申请失业救济金涨到了2600万 因为川普在过去三年才创造了670万 全部被歪爆 歪爆了好几倍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短期内整个经济处于现在停滞 贷款市场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说因为在二级市场对贷款的需求量大大的降低 因为整个股市大跌造成了二级市场的恐慌 所以在投资 mortgage这些investors他不再买mortgage了 所以这样的话银行也不愿意做 为什么他做完以后没有人去买他的product 这样的话银行就把利率提高了 特别是对于这个张博lone的利率 很多银行90%的银行现在已经suspend这个lone 就基本上把它冻结 大额贷款 大额贷款就超过76万5以上的 这个lone基本上现在是很难做到了 即使在张博conforming只有在51万到76万5之间的贷款 还做但是利率也不是很好 像我们最低的时候曾经30年做到3.125 3.25 现在差不多到3.625 就比原来涨了差不多0.375 将近半个percent 但是对于conforming loan还是不错的 就小于51万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Feddy Mac受到政府的这个救助计划 大批的资金 因为现在我们经济呢 主要是受两个这个救助影响非常大 一个是联储局把利率降到0到0.25 Fed 对也就是说他这个 基本上那个business借钱 包括银行借钱 从中央银行借钱是没有成本的 还有一个这个联邦政府呢 给了差不多两次很大的一个救助计划 一个2.2一个2.3个trillion 将近5万亿美元的这个救助 所以现在对business是一个比较大的release 前所未有的 前所未有 至少未来的两个月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 主要是第二个quarter 像我们现在第二quarter受影响最大的 从3月4月5月 实际上呢 5月和6月这两个quarter呢 还会受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转折点了 差不多 相当于是黎明前的黑暗 因为很多州呢都在计划 5月底到6月初要开始复工 要reopen了 对这样复工的话呢 大家实际上已经看到了最低点 从股票上看也是 那我们看从上个月到现在 股市下差不多现在上涨了30% 那倒是 因为它是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 这就预示的市场预测 最坏的时间 我们已经过去了 最黑暗的时间过去 好敏感啊 是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认为从6月开始的话 如果一旦慢慢的复工开始的话 美国经济会走向正轨 这样的话呢 这个对mortgage的security的 这个demand也会增加 所以现在目前还是小弄 51万以下的还是利率不错 有国家担保的 没有什么样受影响 对是Feddy Mac 就是两房担保这个利率 这个还是收购量还是很大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30年固定 最低还能曾经到过3.0 那15年固定呢 差不多最低到2.75 但是现在利率还是fluctuate sometimes可能比这个 刚才我说会高0.125 而且出租房也可以做 特别是呢 对于出租的小弄的 这个不仅是 包括cash out的 也包括不cash out 如果cash out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做到51万 30年现在还可以做到3.75 3.875 特别是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救助计划将来的话呢 我估计未来的到年底之前 可能inflation不会马上pick up 因为经济要在回来过程中 有一顿ramp up的这个时间 但是到明年的时候 那可能这个大批的资金 在市场上产生这个正向的流通 会产生inflation的这个可能性 那个时候呢 那个是后话 以后再说 现在只要救市 是的 这个不动产和动产都将来会有很大的这个value的support 所以现在相当于是cash is king 从cash is king角度考虑呢 有些朋友不妨呢 就说从这个出租房或者自住房里边 也可以做一些cash out 拿出钱来以后将来投资 不管房地产业也好 股票也好 bund也好 都有很多机会 因为现在实际上对于 大家来看这个就是 股市现在实际跌的很多了 比如说有些sector 像travel sector 像这个 银行股也是啊 对 旅游 这个旅游restaurant 石油 包括拉斯维加斯这些 大型的这些casino chain 一片死机 对 但是只要是大家恢复了正常的这个activity的话 这些股票很快回来 还有就是这个房地产 我认为将来也是很有机会 涨起来 因为大家将来钱多的话 要投资 肯定还是把大批资金 放在房地产里边 所以cash king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hedge fund最大的 全国最大hedge fund这个manager也讲 他讲cash is trash 实际上就是说 你hold完这个钱以后 这钱不能够以cash形式出现 将来要做一些投资 是的 做一些diversification 是 那您认为现在贷款的情势 比较紧缩 有一些program都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我认为是暂时的现象 就像我说 如果经济稳定以后 对市场这个mortgage back security 再恢复正常的需求 很快这些贷款的program回来 特别是这个张伯隆 现在比如说 Wells Fargo 他对于张伯隆来说 现在就整合非常严 因为我的一个客户在那做 就做不出来 所以呢 未来的话像不查收入这些 eventually慢慢会回来 但是要take a long time 要take a long time 做一些交流 看看自己strategy到底是什么 所以了 我们一定要听有经验的专家告诉我们 我们不必太过惊慌 不必认为说这个门就关起来了 不能借贷 也不是这样子 当然比以前是紧了不少 那对于在自己付mortgage的人 他如果实在实在实在有困难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 还有一个您提的非常好 就是现在银行公布了一个叫forbearance payment deferment defer 我觉得这个program对于这些真的是没有收入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option 因为这是政府就是的一个方法 但是对于大家有能力去付mortgage的 千万不要take这个optio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option不是给你省钱的 它是defer你的payment 将来你还得连本代理付上 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 未来甚至三年 最少三年 可能到七年 都会在自己的creditreport上面 对 你就不能再做refinance 你再借钱的话 lender是不愿意给你借的 因为lender是借给信用好的 他认为有能力偿还的这些client 所以大家这个点要非常注意 不要因为盈头的小利 影响了未来一个宏大的投资计划 要知道后果 好 要贷款 请先找张力来洽谈一下 我们今天好高兴请到张力 短短的时间告诉了我们这么多 含金量这么高的贷款方面的资讯 谢谢你张力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了 谢谢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第一段的访谈到此结束 接着还有两段访谈 非常精彩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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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睹 来 谢谢大家